格式化VBA 按下它呢 所以这个程式其实只有五行 第一行的话是什么呢 for i 等于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可以拿刚刚来改 程式就只有五行 外面for圍圈 里面逻辑 然后一个做什么事情而已 那当然如果你实在是不会写的话 其实可以拿什么 拿上面的来改OK 就前后我们只要for回圈 所以你写一个sub 按enter就可以 然后里面要做什么呢 范围是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一幅什么 空一格 那这一栏的话就是sales 所以一样sales的ID的一栏 这一栏里面的资料 他就一个抓 所以他会抓26 如果他什么 因为我要的是 就是当他的值是小于等于7的话 意思说我要1到7名 名次 所以小于等于7 OK 或者小于8也可以 7 7 OK 然后 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逻辑是这样子 后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then 然后做什么 空一 enter两下打一个enter 一符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我想 类似的程式我们写的还蛮多 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写在一符跟N的一符里面 做什么呢 把它同一列的A栏 同一列A栏怎么写 有时候习惯是复制这个来改 改成什么 改成A就可以 这样就是意思说 它的同一列的A栏 的底色 底色怎么写 其实这个 intero color 所以其实我们前面讲过 但你可以瓜无先拿掉 打一个intero 在这边 intero的color 点什么呢 点color 它的color指的是底色 等于什么呢 黄色RGB 红配绿255 豆点255 豆点0 记得最后再把瓜虎补上 因为主要是如果你 瓜虎没补上的话 它变成全部的储存 各这边都会变成黄色 这样的写法就意思说 如果当我的1栏的储存格 假如4小于等于7的话 那就帮我把同一列的A栏的底色 换成黄色 所以结果就长得像这样 intero color OK 这个好像前面我们写过吧 程式应该都大同小异 再来的话有个按钮就清除 清除的话我们讲过 就是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中间的话 把intero intero 在这个什么呢 color等于没有就可以了 把RGB 颜色改成没有颜色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快速把这个范围里面的颜色 通通拿掉 OK 通通拿掉 这个是全部拿掉 所以 我就没有做逻辑判断 全部的 范围资料 通通把它移除掉就OK了 再来的话 你看 这个执行马上就OK了 可是这个做完之后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样子还是很不方便啊 如果我要阅读的话 还是要必须卷轴往下看 就像以后如果你有一堆资料 那你不是一个一个慢慢卷一个往下 那不算不方便 其实我们需要的应该是把前期名的号码 帮我列在F栏这个地方 有没有 所以我要怎么把它列出来 按下它 自动列出来 如何把它快速列出来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可以想想看 当然这个 很多时候其实尽量就是活学活用 其实你会发现 然后列出来 跟什么有跟刚刚的那个程式很像 有没有 一样怎么样 跑回圈嘛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然后如果它的一栏里面的资料 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们刚刚是把同一列的A栏怎么样 把它换成底色黄色 但是我们前期名 只有最后一个动作不一样 最后我们刚刚是把它的底色 换成黄色 现在是什么 把它的资料 放到哪里呢 放到F的第二列的位置 但是第一次是放第二列 那可是如果在下一个 就把它放下一列 放下一列 一直往下放 到没有为止 所以是要怎么写 那其实基本上 这个前期名的这个 程式 可以拿刚刚的程式来书改 只要再多加个两三行 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要怎么写 接下来的话 我来改一下 其实基本上 一 一样那个增加一个前期名的 那我把程式 稍微delete 这掉 我直接拿刚刚的程式 格式化这个来改 那改的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在这边 这个地方做个变化 这个是把它的颜色改成什么 改成黄色 但是我现在是把它的资料放在这里 所以要特别注意 它的资料在哪里 它的资料实际上就是写成这样子 放在这里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 那个F栏的 第二列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放到这边来的话 那你该怎么写 这个资料 放到这边来 但是有点像复制 复制过去的话 其实特别注意很简单 把后面的东西 写到前面去就好 写法特别注意 就等于什么 等号加一个 然后呢 这边你可以写成这样 这边改成F 这边改成2 意思就是说 把这边的资料复制到这边来的意思 看得懂意思吗 如果将来你要把什么 把这个资料复制到这边来的话 其实写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个复制到这里 写这样子 那这个等号 我前面一直强调 就是把后面的资料 有点赋予 或者复制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这个好像有蛮多地方 我们有写过 像表单里面也有 表单不是把后面东西 写到前面去吗 OK 就是写这样而已 很多同学之前也问我 说 老师那个复制要怎么写 图层格的复制怎么写 他就写这样 以后如果拿一个图层格的东西 复制到前面去就好 当然你不一定写成Sales 你写Range也可以 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 这个 这个你也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那个Range F2也可以 好 你写成这样 Range F2 就等同刚刚的写法 一模一样 那只是说 你想说老师 你为什么要写Sales 因为我们等一下 2要变3 3要变一直往下 所以如果你写这样的话 那你要再把后面那个数字变成变数 相对的 比较不好写 所以我 建议是写成Sales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会不会成功 执行一下看一下 会怎么样 我先把这个范围先清除 你会发现执行 39 39 你想说为什么是39呢 因为最后一个刚好是39 那因为他已经把12先放上去了 然后再把21放上去了 意思说他一直都放在F2就对了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上面 那我们应该改成什么 就是说 当他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放在F2 当他第二次放 应该放F3 一直往下放 不然你一直放F2 那 那这个 这个永远就 会 一直盖过去 你跟那个剪贴不一样 所以怎么怎么做 比较简单 那你不要跟我讲说 我写一个第一次就 就图法链刚写 不对 所以其实这边有个简单的方法 我这边 可以 而且这种写法以后你可以甚至可以套公司 就是 你可以在上面多加一个变数 只要是那个地方会改变的话 有没有 2 一直 3 4 5 6 7 8 对不对 那如果那个地方会改变 你就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变数 所以变数 有些同学可能 那个观念 变数的观念也不太不是那么清楚 不过简单讲讲变数就是 我们顾名思义 里面的资料会改变 OK 这叫变数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先在第一行的地方 增加一个变数名称叫K 但是名称不一定要K 你叫别的名称都可以 等于什么 预设值等于2 意思说它从2开始 那我就把这个K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当它第一次丢的时候 一定放在什么 F2 可是问题 如果当它放一个之后 那下一个是不是要变3 变4 变5 变6 一直往下 所以底下再写一行就可以了 写什么 对有同学有想出来 K等于什么 K加1就好 应该懂这个逻辑吧 就是把2加了1之后变3 写到前面去 这样它就变3了 下一次它就放在F3 F3又值其一次 那就再加1 3加14就写回去 所以K就被盖过去了 那这边就是 反正那个等号 我一直强调 你不要把它当以前 你那个数学里面那个等号来看待 它基本上有点是把后面的东西运算完的结果放到前面去 或者是说呢 把后面的资料呢 写到前面去 OK 如果你可以这个部分有贯通的话 我想你未来在理解那个VBA的话就不会这么辛苦 不然的话我发现很多人一直在排斥 就是看到这个就一直会想要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有学过另外一套认知 那你会一直去用以前的认知去推翻你 现在我是觉得你暂时可以先忘掉一些东西 OK 不然的话我永远学不好 所以学这东西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放下 人有时候之所以不快乐就是放不下 所以当你放下之后的话 你会把 豁然开朗 反正豁出去了 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就其实最开心的时候了 会不开心是因为你太在乎了 别人讲话你就会太在乎 如果你什么都不管 对不对 那就很开心了嘛 对 所以 这个也是各种的道理 他差不多啦 所以学习 城市有时候是有时候是慢慢要把你以前的东西 暂时先 也不能说忘掉 暂时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待 OK 最后这样就写完了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没改什么 有没有 主要是把这个资料放到前面来 然后 这个本来是2 对不对 他一直盖过去 所以在上面加一个k等于2 然后当他已经放一个之后 再把他的k加1就往下放 所以这种结果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我把他租航f8k等于2嘛 所以他会一直跑跑跑 跑到当什么时候会会 有没有 这个时候有了 12对不对 12放到这里面来 那因为这个k等于k等于2 所以就放到kf2里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边就多一个了 有没有 放到里面来 就这样而已 然后再把k加1 放到k里面去 所以这个等于3 f8 你会发现 k就等于3了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以后你希望乘4 停下来慢慢跑的话 可以向我这边加中断点 那什么叫中断点 就是如果你要观察程式 慢慢跑的状态的话 它会停在这个地方 ok 如果你要把它拿掉的话 就点一下就可以 那它会停在这里之后 你可以配合那个什么 征错里面的f8 就是组航 它会慢慢跑 你可以用什么游标移到上面去观察 变数里面的变化 这样的话我想你慢慢跑 就会彻底了解 所以以后 如果你希望完完全全理解 所以像我以前真的 我每一行程式真的就不能用混的 我每一行一定要了解 我不了解 我说真的我无法掌握 我这样来写程式一定会发生错误 ok 但如果你假设你希望慢慢跑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全部跑完 直接列入清单 应该可以看懂我在讲什么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一下子写了两 等于是格式化VBA 跟前七名 最后清除也是一样 F2到F8 clear contents就可以了 就清掉了 所以刚刚主要是讲完这四个按钮 云端上也都有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但是其实之前就有同学 列出来之后 马上又有同学会提出问题 什么问题 他说老师 可是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你现在是 这个是第七名 这个是第二名 有没有 然后这个下一个是第几名 下一个是第五名 第三名 可是我如果希望列的清单是 第一个请你列第一名 第二个列第二名 有没有 那 可是要怎么改 ok 这个已经列出来 这个是没有分哪一个第一名 哪一个第二名 那这个地方 怎么改 想想看吧 其实也不难 只要再加一个回圈就好了 不过改的难度又会 就向上又提升一个等级 但是重点在哪里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小于等于7 其实如果说我们可以做什么 如果第一次跑的时候 给他1 等于1 第二次跑的话 给他2 又是第一次帮我找第一名 第二次帮我找第二名 第三次帮我找第三名 一直到1到7 所以这边 假设这个后面的数字会变动 那你需要有变数 ok 然后这个变数就是动态的丢 那个值给他 他就帮你找到 不过怎么写 画面先还给各位示意 当然这后面的延伸性 其实还蛮大的 主要建议各位就是说 一定要每一个地方都彻底真实的了解 这样的话以后你要来使用VBA 可以处理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的驾轻就熟 然后你这个想到什么 就可以马上把你要写的程式 对应的程式给写出来 ok 当然短期内你要一下子马上应用 的熟练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拿我云端上面的范本拿来参考 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 干脆你去先参考我的范本来处理工作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已经非常熟练的之后 你可以再慢慢用自己的方式去撰写程式 不过我是觉得这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影片的部分可能也是需要 就是建议去把你的盲点 ok 我刚刚讲的我不确定说是不是每个同学 都完完确定的理解 但如果你有些地方还是不是那么理解的话 你就回去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ok 试一下